接下来看到一般市售蓝莓多是从国外进口 不过在花莲 则有为兼职果农成功种植比50元硬币还大的罗拉蓝莓 体积几乎是市售的2到3倍 也让它创下记录成为目前全台湾最大科的蓝莓 那么今年第一场的花莲县政府有机农业月旦讲堂 就邀请了这位果农来分享台湾高品质蓝莓栽培管理 以及预众经验的分享 吸引了各领域以及外县市民众前来聆听学习 蓝莓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 具抗氧化的花青素且热量低 但台湾大都市从国外进口 不过在花莲捷安厢的一名农夫 却成功培育出台湾最大科的巨型蓝莓 罗拉蓝莓 体积比50元硬币还大 花莲县府有机农业月旦讲堂 21日就邀请到记录保持人田培真老田 来分享台湾高品质蓝莓栽培管理及育种经验分享 像这个蓝莓它属于可能一个园艺作物 它可能是可以经济推广 那也可以当做休闲产业来做 譬如说像在日本就很多这种蓝莓 采摘体验的一些农场 那甚至我们有很多休闲农产饭店 其实它也适合盆栽嘛 所以其实我们种几棵可以让游客来做体验 栽果其实也都非常好 所以其实这个蓝莓其实不只是产业 就是产业或者我们农业生产或者家庭的种子 都非常适合啦 所以今天来上课的对象不只是农民 看起来各式各样的民众对这个题目都非常有兴趣啦 现在让我们热情掌声正式的欢迎我们的老天天培真老师 南美事实上一个势力好像是一个时尚产业 它跟游行服装一样 是西方公司不断的推成出新 不断的在每年推出新品种 你可能在在这个水果行业或者说那个农民行业 你可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品种 没有任何一个这个水果会像南美这样子 不断的推成出新每年申请专利的这品种人300个 斜杠园艺爱好者田培真在自家庭院种出蓝莓 耗时三年从400多颗种子筛选育苗 成功培育名为罗拉的品种 除了持续研发也在脸书成立蓝莓社团 与喜爱蓝莓的朋友交流各地蓝莓的种植经验为新手解惑 更不令其分享育种育苗经验给前来聆听的各职业及外现实民众 且办推广蓝莓栽种技术 提升花莲农产品价值 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 记得两方运航临时报导